我在新加坡已经有住院险了,还需要重疾险吗?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重疾险不是看病的时候使用的 很多人会把重疾险和医疗险搞回销 但从字面上看,以为重疾险也是用来支付医疗费的 其实不是的,重疾险是用来贴补家庭收入损失 在英文里面也叫做Income Protection 关于重疾险呢,阿联酋的桑杰托拉尼博士提出过这样一个概念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划分为四大类 这四大类分别为奢华、舒适、贫穷和慈善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处在舒适区的家庭 这个家庭之所以处在舒适区是因为有一个人在挣钱养家糊口 也就是我们的顶梁柱在工作 如果这个顶梁柱不能工作了 通常这个家庭会直接从舒适区掉落到慈善区 为了能够让这个家庭继续处在舒适区 这时候我们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 因为如果没有人在工作 我们就需要有一大笔钱来工作 那这笔钱从哪里来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一个重极险 且保额是这个顶梁柱五年的年收入 为什么是五年呢 这是因为患上重大疾病治疗之后的恢复期为五年 那这笔赔付金可以用来贴补家庭的收入损失 第一可以用来支付患病后的营养条理和保健品开销 第二可以用于家庭开支还账单 第三可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 第四可以用来还房贷 患者就可以安心的养病直到他完全康复 在是否需要重极险的时候呢 只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患上重极该如何支付费用 第二当患病的时候 谁来支付孩子的学费或者房贷 第三因为生病无法工作 谁来补偿收入损失 如果您没有备份计划 那重极险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独立理财顾问Zoe 如果您有问题需要一对一咨询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按赞 订阅区给我留言哦